欢迎继续收听由桑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斗魄苍穹》第495回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包裹在漆黑戒指之外的斑斓药液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 稳稳坐在巨石上的消炎,身躯也略微有些颤抖起来。 药顶之中的碧绿火焰已经开始闪烁不定,显然经过长时间的炼化,消炎已经达到了历劫的边缘。 望着身躯微微有些晃动的消炎,美杜莎的戴梅也是再度紧皱。 这个家伙呀,还真是不知死活。 然而虽然心中暗骂了一声,不过美杜莎身体的表面却开始涌上了淡淡的七彩能量。 紧咬着牙,强忍着脑袋中传来的一波波的疲倦以及昏沉的感觉。 消炎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火焰中的漆黑戒指,拼命地榨干着体内隐藏的每一处痘气。 他有着预感,距离要老苏醒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体内仅剩的斗气在不断地压榨下涌出的速度啊,也是越来越慢。 到的最后,甚至已经开始出现了断断续续的枯竭的情况。 而且此刻的消炎的脑海也是被疲倦与昏沉彻底的取代。 眼前的视线啊,开始有着模糊的迹象,身体摇摆的弧度也持续地加大。 哼,自找死路,望着那摇摇摆摆,说不定下一刻就会掉到悬崖的消炎。 美杜莎女王咬了咬牙,嘀嘀地骂了一声,她的身体确实微微前倾。 看那个模样啊,似乎随手准备出手抢救那个冥顽不灵的家伙一般。 眼前的视线越来越模糊,消炎心中清楚,她已经彻底地到达了极限。 不过这种时候放弃,这怎么能行呢? 牙齿狠狠地一咬舌尖,剧烈的疼痛令得消炎精神稍稍一震。 旋即,她疯狂地运转着焚绝的功法路线,将那潜藏在体内的最后的一股痘气也尽数压榨出来。 在体内疯狂地窜动,最后这一缕痘气灌注到药顶之中。 当窦气从指尖涌出的时候,消炎的视线终于由模糊彻底地转化成了黑暗。 她脑袋垂下,终于稳不住身形,身体一歪,就犹如木头般地从光滑的岩石上滑落而下。 最后一头对着那云雾缭绕的悬崖之地栽落下去。 该死的,见到消炎一头栽落到悬崖底下,美杜莎女王谩骂了一声。 旋即,郊区一挺,就予抢救。 不过,身体刚刚直起,她的脸色就一阵变换。 我为什么要救她?这种家伙死有余辜。 在美杜莎内心挣扎之间,消炎坠落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看这种情况啊,若是云雾中有着什么延伸出来的巨石,恐怕后者就会倒霉地变成一堆肉酱了。 目光紧盯着那即将落进缭绕云雾间的消炎。 瞬间之后啊,美杜莎终于猛地一咬银牙,身形一颤,化作一道七彩流光,闪电般地掠下了山峰。 几个闪掠之间就出现在消炎之上。 就在美杜莎有所行动的瞬间,那巨石之上的赤红药顶之内,漆黑的戒指,表面上那层斑斓的药液,终于彻底地融入了进去。 而随着药液的融入,戒指也猛然间发生剧烈的颤抖,一股无形的波动从中犹如涟漪般地扩散了出来,撞击在药顶的内壁上,发出犹如红钟般冬钟的清脆的音波。 无形的涟漪扩散得越加迅猛,仅仅几个眨眼之间,那剧烈的声音就从药顶中传出,最后化作雷霆的巨声,在这片山脉之中回荡响彻尘。 声波扩散之处,狂风乍起,绿色的海浪在临海上形成最后席卷至天地的尽头。 那突然间爆发而起的清脆声波,美杜莎女王也有所察觉,不过此刻她无暇理会,低头望着那近在咫尺的硝烟,充斥着野性的狭长的美眸中, 再度光芒闪烁,神色变换。 看来,这复杂的女人竟然在这种时候,就与不救之间挣扎了起来。 对于硝烟,美杜莎的第一感觉,就是要把这个讨厌的家伙就地格杀。 但冥冥中灵魂的深处却不断地有着另外的东西与这种感觉做抵抗,而且更是暗中驱使她需要出手相救。 挣扎持续了片刻,美杜莎女王眼中光芒再度的凝定,咬着银牙说道,混蛋,算你好运,一年之后我会亲手取了你的性命。 话音落下,美杜莎女王修长玉璧一叹,伸手就抓住了硝烟的衣袍。 然而,其刚欲将之带回悬崖,脸色就是猛然一变。 玉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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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不犹豫地对着身后的空间狠狠地拍去,碰! 玉手落出,空间一阵地波荡。 玉璧恐怖的能量涟漪扩散而出,在一旁的悬崖峭壁上列出了一道道缝隙。 是谁?滚出来! 脚尖虚空轻点,方才卸去了尽力,美杜莎女王心中一喊冷声喝道。 喝声刚刚落下,一股诡异的犀利陡然涌现,玄机一道衣袍碎裂的声响,昏迷的硝烟自美杜莎女王手中脱落,最后落掉时,被一道虚幻的人影闪电般的接住最后掠上来。 天空,美杜莎啊,你想去老夫弟子的性命,可得先问问,老夫同不同意。 这一道苍老的鹤声宛如滚滚怒雷,响彻天际。 庞大的灵魂力量即使美杜莎这种强者,脸色也为之一变。 天空之上,一道苍老的人影悬空而立,看那张熟悉的面容,赫然就是戒指中沉睡了两年之久的药老。 此时的药老,所凝结出的身躯,明显比以前更加的实质化了。 而从其体内隐隐间散发出来的庞大的灵魂力量,也能够瞧出这两年的沉睡,使得药老实力也增长了不少。 是你? 目光扫进药老的脸庞,美杜莎一针,玄机皱眉的说道。 药老笑了笑,低头望着陷入昏迷的消炎,脸庞上情着一抹欣慰。 虽然陷入了沉睡,可他依旧能够在昏沉中感受到一股能量的滋润自己的灵魂,而有这般举动来助他迅速恢复的除了消炎,又还能是何人呢? 哼哼,没想到,你竟然能成功地和吞天莽的灵魂相融合,看来我沉睡的时间应该不短了吧。 药老瞥了一眼,同样没有凭借任何外力,就这样悬空而立的美杜莎淡笑地说道。 哼,你也不差呀,沉睡了两年,实力增长到这一步了。 美杜莎女王冷笑了一声,本来她以为只要她能够融合吞天莽的灵魂,那么定然能超过这个神秘的老头。 可却没料到,这沉睡两年的时间里,要老的灵魂力量那也是越加强横。 经过先前的恐怖的一击交锋,美杜莎能够感觉到,即使她现在已经成功地融合了吞天莽的灵魂,想要击败药老的话依然难度不小。 既然,如今你已经融合了吞天莽的灵魂,为何还留在硝烟的身旁啊? 要老低垂的眼中,略过一道冷芒。 以前美杜莎对于硝烟是如何敌视,她极为的清楚。 以前有着她在,美杜莎就算想动手,也要忌惮几分。 可是在她沉睡的时间,以硝烟的实力,这心狠手辣的女人,怕难保不会出现些歪心思。 要老话中那份冷斥之意,美杜莎也是听得明白,她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主,好好说话,或许还会听两三句,可语气一不对口,管你是谁,都是冷脸相对。 因此,一听得要老这么说,她也是一扬妖媚的俏脸冷笑道,哼,我留在这里,与你何干呢? 当年硝烟那般辱我,你这个老家伙也脱不了干系,如今遇上了,我未找你麻烦就罢了,你还来管我? 哼哼,好个牙尖嘴利的丫头。 老夫我纵横大陆之时,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喝奶呢? 哼哼哼哼哮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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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妖老黑黑的一阵怪笑,不过脸庞上的冷意倒稍稍的降了许多。 不管这个女人对硝烟是否有着杀心,可至少现在她见到的硝烟还是活的。 不过老夫我没时间跟你扯皮 等我将这个小家伙弄醒之后再来清算 目光四处望了望 要老的目光却突然停在了峭壁间的一处巨石上的赤红要顶 不由的轻移了一声 哎 他的手掌一招一股犀利就凭空涌来 那硕大的要顶就是自由飞掠过来 最后悬浮在硝烟的面前 这个要顶 手掌轻轻抚摸着要顶表面上 所雕刻的那些栩栩如生种种仰头咆哮的魔兽的图文 片刻后要老脸庞上精益更盛 他忍不住低声道 这要顶 看起来怎么有些像天顶榜上所记载的 万寿顶呢 对于要顶的认识 要老的眼光明显比硝烟老烂了无数倍 后者只能感觉到哎 这个红药顶 他不是凡物 却根本不知道他的来历 而要老 却能够凭借粗略的查看就能识别些许端倪 眼珠子转了一转 最后停留在美杜莎的身上 瞧得他对这个要顶没什么反应 这才悄悄的松了口气 从硝烟的手指上 把那枚蓝色的纳戒取过来 刚欲把药顶收进来 却是再度发出惊疑 哎 竟然有着灵魂印记 还是高级纳戒 看来这两年 这个小家伙过得挺不错的呀 想要把药顶收到纳戒 却是被纳戒中隐隐传来的抵抗力阻拦了下来 要老一阵的错愕 好片刻后 方才望着那枚深蓝色的纳戒 扎着嘴赞叹了一声 收获无果 要老也不勉强 手一挥 一股无形力量 便将药顶驼附着悬浮在他的身旁 他目光四处一扫 旋即身形一动 对着一座山峰上 闪略开去了 瞧得药老带着硝烟离开 美毒沙戴眉一皱 迟疑了一下 却是斩动身形迅速的跟了上去 美毒沙的跟上 自然未逃过要老的注意 后者是皱了皱眉 不过却没有阻拦 现在最重要的事 还是先把硝烟这个小家伙弄醒 因此啊 他身形一颤 略微有些虚幻的身形 便是悄无声息地划过天空 最后一头窜进了 布满聪裕巨树的山峰之中 月如银盘 悬挂在摇摇的天际 清凉的月光从天空倾洒而下 将整个山脉都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银纱 在暗沉的天色下 显得格外的朦胧与神秘 聪裕的森林中 有着淡淡的篝火生腾着 红亮的火光在暗沉的森林里颇为显眼 篝火之旁 面容苍老的老者 手掌抵着黑袍青年的额头 庞大的灵魂力量涌出 侵蚀着后者那枯竭的灵魂 在篝火一旁的不远处 一脸清冷的妖艳美人 亭亭欲立 一对狭长的毛子 淡漠地望着这一老一少 许久之后 要老缓缓地吐了口气 手掌也离开了硝烟的额头 手指一晃 一枚丹药就浮现在手里 被他塞进了硝烟的嘴中 两年不见 没想到这个小家伙的灵魂力量 竟然已经强悍如斯啊 不过就是不知道确切达到了哪一种级别 望着喉咙滚动时 把丹药吞服而尽 并且紧闭着眼眸的硝烟 药老惊变地摇了摇头 由于此刻硝烟的气息属于最萎靡的时期 而其体内的斗气也近乎枯竭 所以就算是以药老的敏锐感知也是不太清楚 硝烟确切的实力是如何 在药老的轻声嘀咕时 那陷入了昏迷状态的硝烟 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 咳咳咳咳咳 旋即他的睫毛抖动着 片刻后 紧闭的脸颊终于缓缓的张开 视线再度清朗,首先映入眼中的就是那张极为熟悉,并且令得萧妍彻底安心的苍老带笑的面旁。 师父,望着那张熟悉,亲切的脸庞,萧妍仰起头,长长的吐了口气,随着这口气吐出来,似乎也把他所有的担心和压力都尽数的卸下了一般,将疲软的身体套在身后的树干上,冲着要老,微笑道。 老师,两年不见,你还好吧? 要老的目光紧紧盯着那张比起两年前多了几分成熟与冷厉的年轻的脸庞,他能知道,在他沉睡的这段时间中,这个长久以来一直依赖着他的小家伙,已经彻底的蜕变,并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资格, 与实力了。 当年需要他时刻庇护的厨英,如今却已经能够展翅高飞,翱翔九天了。 从某个方面来说,如今的萧妍已经达到了出师的资格。 温暖而干枯的手掌轻轻地拍着萧妍的脑袋,要老欣慰地笑道。 小家伙儿啊,看得不错,看得不错呀。 面对着要老的赞赏,萧妍却是善善地挠了挠头,她挣扎着要坐起来,可体内传来一波虚弱的感觉,让她无奈地摇摇头,目光抬起,却突然瞥见了不远处的美杜莎,当下笑道。 彩莲,多谢相救了。 好了,朋友们,预测后事如何,敬请收听,豆婆苍穹第496回。